台中市政府開第一槍是說 當時這個新聞有看到 要進那個彈役的 那你看他們去查 查我用念的啦 他查到兩個 義彈廠 他們是怎麼用呢 他就是進口的混沖到國產的 然後他標台灣的 就他逆掉產地的 剛好他的來源是 一個是土耳其 一個是巴西 我聽你們好像講說 土耳其上面還有基石的 巴西的有席血 然後席血之後才能夠 風魔打蠟 就農業部不是說都有 席血上蠟 風魔後來又改口 說沒有 那這都不管 可是畢竟大量的是 有些是過期的 我不敢說是全部 有些還放在倉庫裡面 那所以你看 中市是6月起他的來源 他就用到土耳其跟巴西的 你看看 但是他混沖之後 產地標示為台灣 對 7月底才將產地改回 來源進口國 假冒 那為什麼改來改去呢 你開始查了才改回來 不查不改啊 就是農業部一套 那個 那個就不是環境部 那個食藥署 就是衛福部一套 然後今天發生好笑的是什麼 農業部又出來講說 涉嫌習慣定這兩工廠 是因為認知有誤差 好像他說因為 認知誤差 那誤差在哪裡咧 因為農業部了解案情是可能 因為他們在實質轉型 我說蛋還轉型 而且叫實質轉型 實質轉型 難道有不實質轉型 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台中 我就跟那個曾昇星開玩笑 他說那他本來是胖的 會轉型為瘦的 我說這個不好笑 以前我們有促轉會對不對 我們蛋有促轉蛋 促進轉型正義蛋 然後我們就看到 台中 桃園有了嘛 新北有查獲 191萬 對 1萬顆 然後5千多箱 好這是剛剛我們進棚之前的 雲林 也有 一公農業部說沒有 沒有到雲林 可是雲林 打臉農業部 說有查到了 對 就是 500箱 假冒台灣貨 也就是說 現在查到的部分 其實你看 新北 台中 桃園的部分 其實都是少的 真正現在那些進口蛋 進口蛋 在數量登記上 說放在冷鏈儲存的 一些儲存的 這些冷藏的業者 釋放在高雄屏風機 而高雄屏風機 現在最大宗的叫做好好 這家好好公司的董事長 是蘇貞昌的子弟兵 假的 新聞新聞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請大家幫忙新聞查一下 拜託 我們先確認一下數字 確認數字之前 為什麼過期不過期 之前大家算日子這麼重要 你看 最後農業部改口在這裡 本來都說有 像手機有裝模 有打蠟 後來上蠟 因為被人家抓到說沒有 因為上面還有基石 那你怎麼洗血 上蠟裝模 你裝模之前怎麼 不把那個 就是你如果裝模 為什麼還有基石 有基石就要 保鮮就更短了 你就看這個 他後來那個 好我們就看那個 數字 我們說是銷毀的要 五千多萬 五千多萬顆 而且我才第一次聽說 銷毀也要花兩億啊 對 因為要打路堆肥 國家隊又出來了 好 那我們看令北好了的專業 他說如果 以巴西 最後一批5月30號生產 的雞蛋 來抓的話 保存期限抓四個月 那也是9月27號 對 所以後來冒出錯標的 那個10月5號 就用這個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故事 怎麼破貨的 那 所以農業部 過期要銷毀的是 五千四百零二萬顆 還不是五千一百多萬顆而已 對 沒錯 那可是問題是 農業部的資料庫存 還有三千兩百零九萬顆 那 八成到八成五是巴西雞蛋 也就是說 兩千五百六十七到兩千七百二十七萬顆 那樣這樣的話 意思是什麼 就5月30號 生產的那批 大量的 對 爆量的 對 而且庫存很多 對 沒有用掉 而且他買來 如果 加上下面 林北好好講的 嗯 對 總量 如果最後銷毀的總量 他加一加 其他的這些 他算的這些 對 他估算會超過八千萬顆 對啊 好可怕 那超市不過就買八千八百萬顆 對 那意思是說 你特別買這一批 然後你買來是要過期嗎 中間有五六億 對不對 那就數字上看起來了 對 但是我覺得那話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 他中間是分批來的 只是說他可能很集中在四 我們剛剛看幾乎都四月 也就是說在四月那時候就是八千 油單就進 然後土耳其油單就進 他根本沒有去做總量的一個分層式 分時段的管制 如果你比如說你就 你買你的訂單就四月進一些 四月下旬進一些 五月進 你這樣進的話 如果你撥斷式就不會有 你現在看到絕大多數都是在四月的問題 他說那個滾動式 滾動式的週期啊 對啊 但是滾動式週期沒有拉那麼長的啊 對啊 拉到過期嘛 對啊 所以他當時就是覺得 你根本沒有預估 當然那時候可能說在搶蛋啊 而且巴西的蛋是從 都知道是從日本不要的那個訂單 當中接手過來的 對 所以當時都沒有 就是說沒有你根本沒有認真的去做 精算的調控 如果是企業採購的話 你不可能說這樣子嘛 可是政府採購 你就來 你就來 而且我跟你講你剛剛沒有補這個 我要講一下啦 你講 就是蘇貞昌 對蘇貞昌主要是高雄地區 高雄地區 他們有幾位的部分的這個議員 其實包括像中藝仲跟李梅貞 他們主要就是說 現在在進口蛋 他們是根據15號 15號公開農業部公開的這個 雞蛋緊急調度計畫的庫存數量表 他們從裡頭去找的 他們發現其實全台灣要帶 等待要銷毀的這個進口蛋 有85%集中在高雄屏東 等待銷毀 等待銷毀 好 於是呢 所以等待銷毀你要冰啊 你要存啊 所以他們一統計之後 發現說到15號之前為止是 在好好跟全日有6家的 這6家是不是跟蛋有關 這6家是做物流冷藏的 所以他們就接了這個 藏的這個 把這雞蛋 結果呢 等待銷毀當中有5,170萬顆 所以他那個農業部的數字是這樣來的 他們現在講農業數字去追 當然你這些數字在哪裡嘛 就是高雄地區 而這當中有4,400多萬顆 是由好好物流跟全物流 這兩家放在高雄 結果這個要銷毀的喔 所以呢 搞了半天都弄弄弄弄弄呢 然後於是就講說 結果呢 他們這些老闆 因為他們是做物流 他們不是幫你 他們不是蛋商 不是在賣蛋的人 所以結果最後就講說 他們就沒辦法知道 在屏東的工業區去租倉庫 來幫忙藏貨藏這些蛋 而且後來就講說 現在講說主要是那個 好好的董事長 不講名字 大家上網去看 說這好好的董事長 他就是蘇貞昌的子弟兵 而且是蘇貞昌 介紹去當這個好好的董事長 怪不得那麼大聲 對啊 所以為什麼蘇貞昌就是說 要維護成績重美 因為這次進口蛋的蛋液 可能幫我髒的臭的流進去 你現在只要當著有進口蛋蛋液的 那個恐怖程度 我跟你說 第一個 我很多朋友當中 一聽說今年的月餅 很多這個刷蛋液在上面 不買月餅了 一定會波及 第二個 所有你知道蛋黃酥 一開始在還沒有出來 所以想說 因為蛋黃酥他們就用鴨蛋 因為鹹鴨蛋 坦白說也不見得就用這個進口蛋 可是因為一聽說又蛋 有蛋黃酥 你知道我朋友當中 本來有一家公司 訂了他們要做中秋月餅 訂蛋黃酥 然後他就立刻 同他的副定金 就立刻跟他講說 要送客戶幾百盒 而且很貴 今年蛋黃酥都漲價30%到50% 有得漲一倍 都要1000多塊 嚇死一些民店 好 他訂了幾百要送客戶的部分 馬上要求那個蛋 就是蛋黃酥的公司說 你一定要提交出 你不是進口蛋液 有蛋液有問題 否則我就拒絕 還好不是一下先給人家退訂 給人家退訂 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 送給客人人家毛毛的 對於是那個蛋黃酥的公司 根本提不出來 他們根本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我的朋友就說 他說你沒資料 我沒有辦法相信 他說因為這樣不管是 你要提出 他說那你就 你要提出我才要拒絕 否則我賦你的訂金 我寧可訂金不要 我也不要了 其實你說大家不要 也可以說不要憂慮 沒有問題等等之類的 可是我跟你講陰影 也就是因為這些陰影 這些陰影已經蒙上了 我怎麼覺得在清早 趕快把清中砍掉 當你這個陰影跟中秋節 跟中秋節 不要說月餅 跟中秋節的陰影連在一起 碰到中秋節前夕 然後他就會變成一個團圓 或變成一個人的關係 然後這個陰影就開始變成是一個 賴清德就有個陰影籠在他的頭上 你那個東西就一直連在那裡 他們現在就是要 就是要debug 要把陰影去掉 所以把陳吉仲和林中先 啾切掉 陳仲 我 因為訪問他幾次 對 都是風波之後 我找他 有新聞點的時候我找他 他的口頭禪 就是說他絕不戀戰 那絕不戀戰 可是後來幹了七年 是醉酒的農委會主委 那我今天聽林北好友講 他曾經 至少兩次很明顯的要跟 別人共進退 對 一次是林充賢 林充賢 對啊知道都知道 還有事情猜 還有什麼事 跟蘇貞商 喔 對對對 對對對 結果人家都退了 一副登登就是 沒有他那時候沒有同意 他那時候屁屁剃 他那時候以為他 也得退了 就林充賢是農委會主委 他是副主委 林充賢退了 他 他喊著累 共進退 他是進了 然後那個蘇貞商走了 然後是農業部長 他當了部長了 那那個林北好友說 如果下一次他還留著的話 就跟陳靖仁共進退 我怕死喔 怕死 可是如果他不退的話 會跟一個人共進退 誰 賴清德